气温方面呢 今天冷空气从西北迅速的向东向南扩展 这些蓝色的区域都会出现明显降温 尤其青海 甘肃 内蒙古局地降幅最大是超过10度的 明天3号冷空气继续东以南下 从东北到江浙一带会有更大范围的降温 普遍降幅4到14度不等 后天4号冷空气继续的向东向南移动 长江以北的局地降幅依然是明显的 5号冷空气收尾 长江以南 普遍会有4到10度的不等的降温 由此可见 这股冷空气是实力强劲 影响范围广 降温强度大 尤其北方降温力度更大 多地气温将由明显偏高转为明显偏低 体验冷暖大切换 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 昨天最高温21度 今天最高温会降到16度 而到了3号4号 也就是明后两天 最高温只有34度 银川 昨天最高温24度 今天开始降温 到了后天最高温只有6度了 几天之内从温暖到寒凉变化明显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您所在地的 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 提前做好防范 尤其北方的朋友们 厚衣服也得准备好了 降水方面呢 预计今天到5号 冷空气会制造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其中今明后三天是最集中的时段 今天在青海 内蒙古等地 可能还会有降雪出现 尤其内蒙古中部一带的降水形态会比较复杂 今天晚上开始会经历有雨到雪的转变 像鄂尔多斯 今天白天还是中雨 晚上可能会转成降雪 明天可能还会有大雪 目前研判呢 北方这次的降雪过程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部分站点的降水量 可能会超过整个4月的平均降水量 而且这次过程降雪是以湿雪为主 道路会更加的泥泞湿滑 务必做好出行安排 降雨方面今天范围更广 强度也会增强 中央气场台早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呢今天在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 以及湖南和广西等地 这些我们用黄线圈出来的地方都会有大道暴雨 距离还会有大暴雨 明天强降雨区会向东扩展 从山东南部一直到湖南北部等地 以及广西北部距离 我们圈出来的地方依旧是降雨明显 大道暴雨距离大暴雨 后天随着冷空继续的东一南下 大道暴雨也会转移到像辽宁南部 山东半岛以及长江沿线的不少地方 城市当中像南方的武汉 长沙 南昌 今后三天雨量都不小 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们 务必要注意防雨 注意出行安全 除了降温和雨雪 这次冷空气所到之处还会刮风 其中特别关注南方 因为气旋大风 叠加强对流大风 会导致南方局地的风力强劲 甚至可能会出现八级以上的顺势大风 请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 发布的预警信息 外出注意防风 此外受到冷空气大风影响 今明两天在新疆南部和东部 内蒙古西部 甘肃 青海等地 可能还会有阳沙或浮沉 尤其在新疆东部和南部 内蒙古西部局地 可能还会有沙尘暴 好了 天气就先说到这儿